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开谜一俗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仙姑 数既煞 九天玄女仙姑将 十曰 煞神遂厄运当衰 充犯人身病择随 欲祭无门多受苦 于今开礼物迷吃 幼诗 今前古说可通神 不法之徒骗善民 几万几千堪解煞 到头却是乏回春 煞者乃遂人入恶之神 所谓煞神也 盖天有运数 人亦有运数 所别者天运乃为化于天地万物 而人运乃人身一切之 荣辱成败及身体健康 故天之运乃大自然之动力 而人运则以气数为动力 是以大自然之煞神 可遂人之气数 而使其运入恶也 人犯煞之因 以运衰之时罪易充犯 故俗云 没运当头 百事不随者也 而犯煞除了运衰是不随外 亦有破财或伤身或禅病等之现象 最常见者 则乃无因之病 如无端头痛 心痛 或者手足痛 更甚者神经微有错乱 世人多知冲煞犯煞 而不知其解法 常受江湖数事 或者神棍之借机诈财 常为拿几万几千 定可包围解煞济煞 善良之民 急于解除煞困 因而受骗者多 不止失财 尚且多受困扰 最后上落的一事无成 更甚者 有数事神棍 借煞名而失骗于妇女 一不细查 非止失财尚且失身 落得真结玷污 悔不当初 此诚令人感叹 无不忍世人受此困扰 更不愿是知角图 借此而诈财片色 特将计煞解煞之法 阐明于后 凡有冲犯煞者 当依如是作 自可解煞也 冲犯煞神 大敌可分为石冲与运冲两种 时冲者 乃天时运数冲克人身 是以全身无可抗欲而犯煞 此教豪解 只需以素果清查 公赦相案 以及向祭送之 并发善愿以祈祷为祭 心诚可格煞神 不敢缠身而去 如果运冲者 乃是气运衰微 故能受冲运之衰者 大敌有失德之处 唯有立善愿 广补功德 祈祷于神前 自可见纳而解 盖人之运兴衰 优关于功德之后保 人之善德 可格天心 可赐福改去 先天已定之命运 故运改煞去已 宗此而言 冲犯煞神 几乎世人绝无可避免 除非大巨朔 得功果之人 实可避免 所以若欲祈求 既煞解煞 当依无言而作 自有灵验 切勿听信 江湖术士 或者神棍之言 胡乱为之 以免落的人才 接受骗 有者术士神棍 谨一知半解而胡为 反而自身 充犯煞神而不可解 若欲托人 祈求祭煞 亦需选择 具有善德之人 或道行高深 具有正气之人为之 使得效果也 盖其人 素有道德 以其得以格神 或可有焰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 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萧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衡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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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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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